四中全会 今天正式在北京召开 104天 虽然说会上很多的细节 不会向外界透露 但是呢 关注中国局势的人 都不应该错过 具体来讲呢 就是2017年 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呢 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 召开了第四次的全体会议 而中国常常说的 党中央指的 其实就是这个机构 那按照惯例呢 每一天都会 每一届的中央委员 会在五年的任期里面 召开多次的中央全会 通常呢 大概是五年七次 每一年至少会有一次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跟上一次召开的时间 竟然隔了二十个月的时间 好 根据传统呢 每一次的全会呢 通常都会有固定的主题 这一次呢 到底会不会提到换届 甚至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现在都不确定 但是肯定的是 将会提到第五个现代化 好 之前呢 在毛泽东时期 就提出了四个现代化 邓小平时期呢 是加以实践 如今已经进展到了第五个 不过呢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区块 我们就可以发现了 四中全会虽然要召开 但是最近中国 可以说是内忧外患不断 怎么说呢 在内部呢 其实现在中国的经济 面临下滑的压力 另外在党内也传出了分裂问题 另外在五对外的部分 中美贸易战 以及香港持续的再抗议 都让中国呢 现在面临到了一些的麻烦 不过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一次的四中全会 要从习近平上台说起了 当年权力的抓权 而在这个习近平任内呢 其实也是废除了国家主席任旗制 而当时习近平的权力 达到了最高分 而大权独揽之下 也惊动到了美国 因此也让美国的总统川普 从2018年的三月份 就开始来发动贸易战了 而习近平的绝对权力 也因为这个时候开始逆转 如今又碰到了 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香港爆发了一个抗争运动 大家也很好奇 习近平到底会不会在 治理的方向上面 有一些些的调整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来看到 内部其实都浮现了几个问题 我们看到现在在中共的内部 反习近平的势力集结 习近平一度是拒开全会的 另外呢 也有看到习近平 在十九大刚上任的时候呢 就修改了宪法 去掉了任旗制 因此这个做法 也被外界批评是习皇登基 但是就在内部派系的斗争之下 有专家认为 习近平很可能会重回这个任旗制 甚至还会重提这个接班人的一个制度 那其实呢 这个接班人 大家也很好奇 到底会有谁扶上台面呢 早期曾经传出了 就是谁呢 就是这个习近平的一个亲信 也就是重庆市的党委书记 陈明儿 以及呢 现任一个国务院的副总理胡春华 这两个人都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全会当中 浮出台面